How many of you are going to read it, and that we'll all be there together? 我们都会与主一同在新天新地里面,到永永远远。 Amen! 圣经的每一卷书都跟其他卷书是完全不同的。 66卷书。 每一卷书它所写作的目的都不一样。 你只当我们在读圣经的书的时候, 能够打开每一卷书奥秘的关键,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 那个答案到回应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个作者要写这本书? 当你明白他写作的原因的时候, 整本书,整卷书就会向你敞开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为什么在我的著作当中, 我就尝试帮助人能够用这个方式来认识圣经。 那在圣经里面每一卷书都跟他写作的目的是有关系的。 所以除非你知道他为什么写作这本书, 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这卷书重要的主题。 我现在就用一些的例子。 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真言》, 那《真言》就是《真言》。 它里面就是给我们很多的《真言》。 它不是一本关于应许的书, 但是我常常听到人家引用《真言》的时候, 好像是神给他们的应许。 《真言》它写作的目的不是要做的应许。 它的就是《真言》。 那《真言》它是大部分的时候它是对的, 可是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应用的。 它是对于人生的一个观察中所下的一个结论, 它大部分的时候是对的, 可是不是总是对的。 但是应许它总是对的。 我来引用两处的《真言》。 你全心地信赖耶和华, 它必引领你的道路。 这是一个《真言》。 所以大致上是对的。 但是不是总是对的。 那我们来讲一个经文, 这个经文可能让许多基督徒的父母亲非常的不舒服的。 那你就是教育一个孩子在他当走的路上。 那他不会远离这个道路。 那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他们在一个很深的一个挣扎中间, 因为很多他们的孩子远离了他们成长的道路。 这是一个《真言》。 这是一个《真言》。 不是应许。 它是大致上是对的。 可是不是总是对的。 你开始明白了吗? 所以《真言》书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真言》。 不是应许。 我们在平常一般的用途当中也会使用真言,不是吗? 可是有的时候那些的真言会彼此相抵触的。 那我可以想到,比如说在英文我们也有很多所谓的这种真言, 就是比如说有一句话告诉你说,不要太快地做些事。 那有另外一个英文的这些所谓的真言, 它会告诉你说,有机会的时候你要把握机会。 因此在《真言》书里面你会发现有些的经文其实是相互有点抵触的。 那智慧是什么? 就知道哪一节真言可以应用在哪一个情境,哪一个环境中。 你就会学习用智慧来引用正确的真言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 而不是把它当作是应许可以应用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 所以这个是《真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 或者是我们来看圣经里面一些的书信, 大部分这些的书信是在新约里。 当你在读书信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其实只有读到他们一半的书信的内容。 就是好像听到一个人讲手机,讲电话一样。 你会开始想象对方是怎么样的回应,因为你听不到,对不对? 给你一个例子。 Hello? 来了吗? 哇,恭喜你啊! 多重啊! 什么颜色? 哇,是柴油还是汽油?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应该以为是一个婴孩,对不对? 因为你只有听到我这一边的讲话而已。 在同样的方式,当你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你要去想象另外一边他们在做什么事,在说什么话。 大部分保罗的书信,他都是在针对那个教会的一些的问题而写作的。 他有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在处理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所以你必须要使用你的想象力来想象在当时他们中间发生什么问题。 然后就是跟随在他的书信当中所有的那些的意义。 所以当你读书信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个是书信来回的书信。 那你就会问说,到底当时在那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以至于保罗会这样的去回忆。 还是与我是有什么雕泽人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